张氏飞把腰一刹到唐二虎进前 我大脑袋 大脑袋 你还有这种事呢 我看我这个大姐 精神正常 绝不能胡说八道 你还有前妻 闹了半天 你是个喜新厌旧之辈 别他妈看 你长得不怎么的 你心还挺花唆的 你就是当今的陈世美一转呢 你就是他妈理解 可惜我张氏飞错翻了眼皮 怎么跟你一个头磕在地上 我都替你脸发烧 我都替你丢人 我替我这姐姐冲出气 他给唐二虎来俩嘴巴 唐二虎一看他妈你算个什么 你凑什么圈 唐二虎今儿个不敢反抗 心说我挨揍的日子到了 干脆谁乐意揍谁揍的 他就瞪了张氏飞一眼 没言语 哎哎哎他不服气 你看你瞪我干什么 哎你瞪我干什么 对吧大姐 揭揭往下说 详细的讲讲 把他那老底好好招一招 只要你说的赛礼 我们张氏长能把他枪毙了 他那五十三旅的旅长正好我当 唐二虎一听气的脑挖之木了 心说张氏飞咱这叫好朋友 你他妈往火坑里推我呀 哎又一想谁让咱做了错事了 单说张作霖一听这里头有事 命人搬把椅子打来手筋板 让马凤芝坐下 偏大丫头也坐下 让马凤芝他们擦了擦脸 护兵倒过水来 张作霖劝 这位大嫂 有话慢慢说 你要详细到来 我们听听究竟怎么回事 好吧 马凤芝毕竟是受过教育的人 生气是生气 哭是哭 可不像那个婆夫似的 不那样 听人圈吃饱饭 止入悲声 一字一板 讲述了经过 这段书 叫一虎杀三虎 双腔徒二炉 火烧外八庙 血染成德谱 你要不听这书 后悔一辈子 太精彩了 咱们说这个书 名字叫乱世 萧雄 当然 当然以张作霖 为书胆 可是 不光介绍张作霖 那 汤二胡 也是重要角色 张世飞 张作相 孙烈臣 往后 咱们再说到 长英怀 杨宇廷 郭松林 吴俊生 以及官内的冯玉祥 等等等等 咱们都得介绍 这些人都属于乱世 萧雄之列 咱们单说这个汤二胡 二胡就是辽宁省福新人 您这福新离沈阳才多远 当然那这沈阳叫奉天了 他就是那儿的人 二胡搁四个呀 他爹 名叫汤震山 四个儿子 汤玉龙 汤玉林 汤玉坤 汤玉海 因为那个汤玉林排行在二 所以呢 就我那叫汤二胡 这名就这么得了 那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呢 原来那根底就是马贼 就靠着抢夺为生 可咱们把话必须交代清楚了 马贼也好 水贼也好 不一定都是坏人 因为那个年月啊 太缺德了 比的人走投无路 谁家要能吃上饱饭 过上比较安稳的生活 谁愿意平身走险 还不是生活所迫呢 那软弱的人 上吊摸脖子 投合 死了 那么坚强者 就去走了这条路 关键不在于是贼不是贼 看看你做那事怎么样 那官府还不是贼呢 为什么老百姓说 官就是匪 匪就是官的 官匪一家 无分彼此 那当官的也不一定是好人 他和他们家就这么回事 被逼的走投无路 失身为贼 但他爹领着这四个儿子 不再服刑做案 这远并去做案去 到长城边上 没事到口外 去接那蒙古人家 见着牛羊也接 见着马队也抢 把买卖坐下来 变卖之后 变成现钱 买粮乃米 偷着再回到福星 过日子 钱花的不得零的 再出去干去 您说这叫什么生活 真叫平身走险 脑瓜拴到裤腰带上 不定买会就出事 果然出事 单说有一次 老头汤震山 带着四个儿子 又上口外做案 哎 巧了 汤二虎没去 为什么呢 他娘病了 家里没人照顾 不行 就把他给留下了 他爹 带着汤玉龙 汤玉坤 汤玉海 带着枪 他们去的 哪知道 这次去就没回来呀 因为他们经常在口外做案 经常强剑蒙古族的牲口 人家就认识他们 这次部下天罗地网 有意引他们上钩 结果这一二四个进了圈套了 到那叫人抓住 那个年月兵荒马乱的 什么叫法 哪个叫绿 谁有枪霸的 谁说了算 落得人家手里还有个好吗 让人家蒙古族 用扎刀 把这一二四的全给扎了 命丧口外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噩耗传来 有同行给汤二虎报了心 坏了 你还不知道 你别 你哥哥 你兄弟 全死 人家还放出方来 要捡草 除根 过些日子派人来 抓你来 连你也一块手 是 你看尽多一多 汤二虎一听 是大吃一惊 在痛哭之后 带着他娘 推了一辆滑的车 装得破冬烂息的 逃难走了 不敢再复心住了 往哪儿逃啊 换了六七个地方 后来居然在成德 落了脚了 他们可没住到城里 住到成德西关外 十二里铺 周围都是山 好在那年头啊 户口管制里 不严 没人问着啊 你爱哪来的 就从哪来 所以这儿搭个马架子 娘俩就定居了 现在剩唐二虎养的他娘 你说这玩意就男生了 做买卖 没本钱 干别的 不会 他娘本来就有病 家里在贪神这个事 哎呀 老太太一股 是卧床 不起 家里破冬烂息 全都卖光了 最后落的三天没揭开过 你看有病的人呢 不吃还差点 这个健康人要三天不吃东西 眼都拦了 那唐二虎像牛似的 不吃东西 那时候 原来唐二虎都想过 干我们这行的 没有好结果呀 我爹 我爹 我弟兄的死 给我敲响了警钟 往后 我可洗手不干了 太危险了 我得活着服侍我娘 他曾经是想过这种事 但是不行啊 你不投不抢 你干点什么呢 唐二虎一看 他娘病成那个样子 没钱请代 自己饿的三天没吃东西了 结果又动了鞋面 还得捡起老本孩 这回我不抢 我抠 不为别的 抠点之前的东西 把他变卖了 给我娘治病 我好治之肚子 就这样 他没跟他娘打招呼 唐二虎穿这身破烂衣服 就在成德的周围溜的 等到西门脸这儿 他发现离这城墙不远 有一趟商业街 石板路 两旁住的人呢 都是有钱的 坐北向南 有个大院套 他二虎敲着脚 看了看 黑门楼 上马石下马石 好几层院子 甭问 财主 偷就得偷这样的 二虎把盘子踩好了 心说天黑以后 我就到这儿瞎家伙 把裤腰带勒了勒 找个没人的地方 蹲起是闭目扬身 等到晚上 也按现在钟表说 九点钟一过 唐二虎来了 精神 直接奔这家学 这家院墙高大呀 唐二虎个也够高的 一仰手烧个一窜 就够住墙头了 他望上一脾气 哎 把腿抬起 离翻身 骑到墙头上 可是他就觉着 天旋地转 知翻心 三天没吃东西 人是铁 饭是钢啊 二虎脚着脑袋发重 心跳得厉害 他趴在墙头上 稍微缓了缓 然后双腿一飘 跳到院里去了 他要抢东西行 我偷东西 还是外行 你倒看看人家院里 有狗没有 人家院里养着狗呢 他刚往院里头一路 两条大黑狗 从脚门那儿冲过来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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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撞过来了 刹着坑坑两口 把唐二虎的腿肚子给咬住 那么受得了 我这一嗓子 唐二虎摔倒在地 就这时候 本宅的人发现了 施了恶火去呢 把这火把拎着棒子 爬出过来 到院里一看 把狗喝腿 唐二虎两条腿往下支汤血 不过这狗经过训练的 就这个摇倒就拉倒 不往下撕肉 不然的话 腿肚子给他掏空了 本宅的主人 也起来了 怎么回事 回主人的话 抓住贼了 这小子钢筋圈就把他逮住了 哎呀 你说三百六十行 干点神不行 当干这一样事 我看看 我看看 这主人把火把接过来 照了照唐二虎 现在的唐二虎把眼一闭 牙关紧咬 是一语皆误 没啥可解释的 这人踢了唐二虎一脚 哎 把眼睁开 你是干什么 唐二虎一想废话 你说我干什么 他闭着眼睛回答一句 我想偷 哈哈 为什么偷 因为肚子饿的话 饿的话你就偷啊 你倒说实话 好了 来来来来 拿绳子把他捆起来 压到空房 片亮以后城门不得开吗 然后进城 把他送到县衙门 可是这么一吵吵 兴师动众的 谁还能睡得着 从后院 走出个大姑娘来 这大姑娘是大哥 长得挺赞呀 一边揉着眼睛 一边到了前院 舅舅 怎么了 管本宅的主人叫舅舅 别人回头看看 啊 奉之啊 你睡吧 把你吓着了 咱们家闹贼 你看 这不抓住了吗 是啊 还真抓住了 这个大姑娘 几近人群 低头看了看 被绑的唐二虎 就一皱眉 就叫 他腿上怎么躺血了 叫狗咬的 哎 你们打算怎么办 这还有什么说的 把他送到衙门呢 周有周官 县有县管 按国家的利率 治罪呗 你问他了 为什么偷呢 那还用问吗 不过这个人倒挺直率 我问他干什么 他说肚子饿 所以才偷 舅舅啊 真要把他送到官府 这顿热糖 他就够熬的 再者一说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 吃不上饭的人 有的是 难免做些冒险的事 我看算了 但能容忍且容忍吧 既然他说的是实话 给他点吃 你就把他放了吧 何必还把他送到衙门去 哎呀 奉执啊 你真是佛心 对这行人 你怎么还慈悲 这种人是贼匹贼姓 贼姓难改 贼匹难拖呀 舅舅也不尽然 干脆 你就把他放得得了 好吧 既然你是这么说 我也不愿意 结怨于人 就这么点 把他松开松开松开 另外找点药 给他腿包一包 你看唐二胡 就是好人了 就这个本宅的主人 也不傻 为什么说叫结怨于人呢 因为那年头啊 那小头太多了 都碰腿肚子 你就扭送到官府 瘦一顿 压几天 也把他放出来 那个窝囊肺呀 就甭提了 有那个不好对付的 好 你把我送到衙门 结些怨了 这想法报复 还许小事 冒成大事 所以本宅的主人 明白这个事理 不怨结怨于人 外甥女儿这一说 他就拼了 把汤壶里放了 腿子都包上了 哎 还管他饭吃 哎呀 本宅这些伙计 看看汤儿胡一乐 我说你遇上好人了 哪有这便宜事 还供贼吃饭的 吃吧 雪花白的大馒头 水秀汤 这还炖的肉 你咳劲造吧 啊 往后觉着饿了 就上这偷来 拿着话讽刺二虎 可二虎蹲到地上 一看一个盆 的确有六七个馒头 还有双筷子 还有一碗汤 这碗里还有肉 他二虎把大嘴里里哭开了 这一哭 把大伙哭懵了 本宅的主人一瞪眼 哎哎哎 你有病啊 你哭什么 怎么给你吃的 你还不满意 不是那么回事 我这人捉嘴笨塞的 不会说什么 你们对我这么好 我非常感激 可我这会儿是能吃饭的 我家里的还有个病 娘娘 我娘也三天没吃东西了 在家中有病 她说人家这条命都要保不住了 我要吃饭 我想起我娘来了 哎呀 本宅的主人一听这话是深受感动 怎么办呢 告诉他二虎 你先吃你的 你呀 一会儿多烧回点去 二虎这才不哭了 风卷残云吃了一顿饱饭 不知的是福 是货